一个人害怕孤独,两个人害怕辜负,拥之则安,伴之则暖。 一辈子很长,恰到好处的喜欢和偏爱最舒服,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 我没有很好,你不嫌弃就好。 喜欢是一阵风,爱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夏安心灵塔罗。 今天的视频主题是谁即将向你表白。 那我们分别要看的内容呢,就会是来预测一下表白的场景,时间和你当天的状态。 以及说向你表白的人是谁,他现在跟你的距离有多远,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吗? 他会在心里如何看待你,以及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最后呢,也会看未来他会如何计划你们双方感情的未来发展。 本次占卜不限关系,不限时间。 无论你是否单身,何时点进本支影片,都可以选一组与你的能量有连接的选项进行占卜哦。 那么在占卜开始之前,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出领取好运这四个字来收取能量,祝福大家领取好运,选择到最幸运的那一组。 好,桌面上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三组的选项,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 接下来,请静下心来,用直觉去感应这三张牌各自的能量,选择出跟自己最有连接,最有感应的牌卡。 还在犹豫的朋友,不用着急,稍后会留下一些时间给你们做选择。 已经做好选择的朋友们,大家所选牌组的时间节点,就在视频标题下方的说明栏里,点击对应的时间分组选项,就可以和我一起进入到抽牌解牌环节。 我们等下见吧。 我不敢说自己一生都会喜欢你,至少在能看见你的岁月里,只想对你一个人好。 哈喽,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今天我们的视频主题呢,就是谁即将向你表白。 然后,我们接下来是先做一个能量的对应啊。 看一下说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们,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是如何的。 我们来抽三张的牌,做能量的对应。 好,第一张的话呢,是我们的圣杯八。 全账七。 好,我们再来抽一张牌。 好,看一下我们的第三张。 女皇。 好,我们抽到这三张牌呢,作为大家的能量对应的牌啊。 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那可以看到这组朋友们,应该是说最近有对什么关系做出了断舍离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看到你好像脱离了一些关系,脱离了一些伤害你,或者说消耗你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脱离出去了,又离开。 还有的话,其实也对应到说一部分的人,她从你的生活当中离开了,对,会是这样的感觉。 当然最近的压力也是真的伴随着你们周围藏在的,因为女皇牌可能说这个职位上是有所调整,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或者说新的团体当中。 嗯,我觉得整体看的话呢,你们最近还是稍微显得说是在情感上不是特别的丰富吧,就是会感觉到说没有那么的期待感情,但是你能够被这段,被这一期的视频吸引进来。 我觉得一个是讲啊,一部分朋友,你虽然没有期待爱情,但是其实你身边是有人他在陪伴着你,也不是说完全的不期待爱情,可能说呢,你还是有一点觉得自己,可能当下事情太多了,太忙了,所以觉得自己可能没有时间去恋爱,以及说你还没有真正的从一段感情当中呢,走出来的感觉啊。 女皇牌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整体给我感觉是那种特别有魅力的,特别能够去吸引人,而且身上是有很强的艺术气息在的。 嗯,你们应该说是在某一个方面有很强的一个特长,比如说呢,会唱歌比较好听,或者说你们的一个对艺术的欣赏眼光是非常高的, 比较喜欢去看一些画展啊,或者是展览之类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吧。 那还有的话呢,我觉得这一组朋友,真的最近运势的话,更多的是让我看到,你们其实已经在职位上相当丰满了, 因为女皇牌在到这里,再加上权杖七和我们的圣杯八,它都是在塔罗牌当中比较靠后面一点的能量。 就是说我们这组朋友,你可能已经处于中层,或者说可以很轻松的去控制自己的人生,给你自己的人生呢,去谋一个出路。 嗯,个性上我觉得你们是比较乐观的,因为虽然说压力比较大,但是呢,还是尽量的让自己放松, 然后我觉得你们属于那种是既能够去掌控自己,调整自己的人生状态, 又能够去把控住这个团队当中其他人的一个状态, 其实非常适合去做一些领导他人,或者说起到那个团队领头这样的一个作用。 还有的话,我觉得这组朋友其实给人感觉比较的有神秘感,容易就是做一些预知梦啊, 那些经常会,尤其是你最近可能要做的事情比较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累一点,可能还会做一些梦, 有的时候你抓住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没有抓住, 但是其实就是你的高我,他在对你的能量呢,进行一个引导啊, 你们好像也能够去看到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 有很强的一个直觉力在,尤其这个人性上面,你非常敏感, 你很容易看到一些说对方接近你,或者说对方他隐藏在他那个话语之下的, 真实目的是怎么样的,是能够不知不觉就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相, 以及他的本来面目,当下的话,其实权杖期啊,正处于一个压力比较强, 或者说你进入一个新的团体之后,正处于一个适应和调整的状态, 会觉得压力有一点大,然后呢,自己也要整个人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 去面对这个新的环境。 然后,圣杯八则是让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容易在安全感上面啊,容易有所缺失, 就不太容易跟别人特别的亲近,当一些人主动来向你靠近的时候呢, 你会有一点害怕,想要主动的向后面退去。 一些人,他可能跟你有些示好的时候, 跟你想要多进行一些互动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容易一种很保守, 以及说没有那么开放的一个态度, 与对方相处。 这其实也是宇宙给予大家的一个提示, 就是说呢,要突破自己啊, 走过这样一个比较防备心, 或者说不太敢接受爱情那样的一种感觉。 你可能说容易对其他人防备到就是, 哪怕已经进入到恋情当中了, 你还会对他有一个蛮长的考验期, 你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去仔细地观察对方。 所以我真的非常觉得我们第一组的朋友身边是有一些桃花在的, 这些桃花呢, 他已经可能你今天点进视频的时候, 心里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人, 甚至你心里是有两个人更多的人, 但是你来看就是不确定他们的一个心意, 希望说透过塔罗的能量, 看一下到底说这个会向你表白的人, 他是真心的, 还是说以其他的目的来接受你呢, 来向你示好, 来向你表白呢。 好, 然后我们来说我们第一组朋友的一个星座啊, 星座首先的话呢, 有巨蝎、双鱼, 还有我们的一个, 嗯, 还有我们有金星, 金星在狮子, 金星在天蝎, 金星在射手, 对, 还有白羊座的朋友, 还有一点点的水瓶座的朋友啊, 水瓶座的朋友可能稍微少一点, 但是也有这样的能量,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塔罗牌收起来, 进入到下一个主题当中啊, 来看看我们第一组朋友们, 你们即将接到的这样的一份表白, 表白的场景时间和你当天的心情会是哪些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今天这一期的视频, 大家都会比较关注表白这一件事, 那我们就先看表白的当天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然后我们再来看表白的人是谁, 来抽塔罗牌雷诺曼看看, 数字张牌啊, 表白的地方应该是一个你比较熟悉, 或者是能够让你觉得很温馨的一个场所, 它比较类似于说你经常去, 可能会是在你的家里, 你经常去的地方, 还有的话呢, 数字张牌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跟对方啊, 不是, 对方向你表白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在这个一个户外的地方, 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 然后他会在这个旅行当中计划向你表白这样的一种感觉哦,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场景, 那还有的话呢, 我也觉得表白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在, 对, 可能他会找朋友啊, 跟你, 就是让朋友帮他一起去出谋划策, 或者说以朋友的名义约你出来啊, 因为可以看到树上是有几只小鸟的嘛, 那一天的氛围整体让我感觉比较的轻松一点, 有彩虹在那里, 那一天很幸运啊, 有好事情发生, 所以你那天应该是很开心的, 来看看还有哪些讯息, 好, 又是一张, 嗯, 这个比较具有安全感的一张牌, 房子, 房子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也有可能会是在室内,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的家里, 当然也有可能说是你们出去玩的时候, 在一个酒店里面, 对方向你表白, 可以看到类似于是一个民宿, 对, 是一个单独的房子, 而不是什么酒店嘛, 我觉得酒店的可能性也有, 但是更多的话, 类似于说是一个, 嗯, 出去到外面租了一个别墅啊, 或者说是一个很漂亮的民宿这样子, 当然如果是在民宿的话, 应该那天会布置的比较的漂亮, 应该对方会下很多的心思, 然后你那天是很放松的哦, 很放松, 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真的很开心, 嗯, 以及说呢, 我觉得, 还有一部分朋友会有家人啊, 会有家人的一个能量, 像你表白的人, 那我觉得如果说看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是男生的话呢, 那一天啊, 我觉得受表白的时候, 你应该心里有预知, 但是你还蛮放松的, 你那天其实大概率已经知道了一个答案, 但是你没有戳破对方, 如果说我们这一组的朋友, 你们是女生的话, 可以看到, 在对方向你表白的这一天, 他应该是很正式, 可能会做一些, 在自己穿着上进行一个打扮, 尽量穿着的正式, 但是也不会说真的让你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那一天的氛围啊, 它还是比较的舒适感的, 让你觉得很放松和很有归属感的一种能量在, 所以那天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刻意的感觉, 是温馨中还有浪漫啊, 对方会给你花, 会送给你花, 以及说送你礼物, 包括说也会用鲜花来装扮当天的一个场景, 那一天你的心情应该还会有一点忐忑, 就你可能会通过对方和他你的朋友, 以及他的朋友之间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我们第一组的朋友, 你的一个这个预知力是比较强的, 所以你大概率会猜出那一天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啊, 看到有一点紧张, 但又有期待, 表白的场景还是以室内为室内的场景之多一些, 来看看, 再抽一张牌看看, 看看表白的, 好, 这一张里又出现了有一个男士啊, 出现了两张男士, 这里应该有同性的朋友来看吧, 有同性朋友来看, 嗯, 没有挡到关键的地方是不是, 好, 可以看到就是那天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有激情的, 所以那天晚上一定会发生一些很有激情啊, 比如说两个人一起睡在一起很浪漫, 然后又肯定会顺其自然发生一些你们都知道的事情是吧, 吃苹果呀, 为爱情鼓掌是不是, 嗯, 那天应该说是还蛮有激情感, 这一天做的事情好像还比较多的感觉哦, 嗯, 你应该说那一天有被对方征服的能量啊, 对方应该说白天的时候会给你这种很温馨浪漫的感觉, 然后晚上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真的做第一次那样的一个事情, 可能会第一次的吃苹果, 嗯, 这是表白当天, 时间上的话呢, 我觉得啊, 以二为单位的一个周期, 对, 就是他向你表白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当下已经是二月份, 有少部分, 很少的部分朋友, 如果说你看视频的时候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 你已经感觉到那样的一种能量,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被这个标题吸引的话, 那二月份对方就会采取行动, 嗯,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的话, 那你们的时间呢会是怎么样, 四月份和八月份, 嗯, 五月份我的感觉倒是没有, 因为二四八它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能量循环非常的强烈, 它在反复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字是特别明显, 二月份, 四月份和八月份, 给到大家三个时间作为参考, 好, 这是表白当天的一些事情哦, 嗯, 当天的情绪起伏还蛮大哦, 真的情绪起伏大一点, 然后我们用塔罗牌, 来看看啊, 这个向你表白的人他到底是谁呢, 他跟你当下的关系是怎样的, 他有没有进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呢, 来抽塔罗牌, 好, 我们这里呢, 抽到了世界牌啊, 世界牌怎么说呢, 其实它会对应到两种的能量出现, 一个能量啊, 我看到正面有没有, 正面还可以出现, 嗯, 你可以看到, 不行, 还是看背面吧, 背面稳妥一点, 虽然正面非常的迷人, 但是如果说被警告的话, 就可能不太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 世界牌它给人感觉其实是一个周期感, 嗯, 周期感, 然后其实世界牌它的能量又很巧妙, 是吧, 21号牌, 21号牌又是2的一个数字, 一部分朋友, 你其实如果说, 嗯, 跟对方啊, 类似于说是已经快捅破那个窗户者了, 两个人其实已经到了那个时间节点了, 就是你当下已经知道这个人他是谁了, 那包括说一部分朋友, 你是身边有恋爱关系的, 你是身边有人的, 然后你来看这一期的视频, 他的话呢, 因为世界牌已经是某件事情的完结, 是个完整成功, 就是可能对方已经向你们表白过了,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 就是你们这个暧昧的时间要结束了, 暧昧的时间要结束, 所以你即将会收到对方这样对你的表白啊, 嗯,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我刚才说的, 那几个数字以二为周期, 或者说某个月的二号, 那当然二月份的二号已经过去了, 大家就只能往后面再推, 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当然还有单身的朋友来看这一期的视频, 你们不要慌我, 也会说到你们的能量, 因为这个世界牌它是一种旅行, 以及说那是一种圆满结束的状态啊, 所以一部分朋友应该你在这个空窗期有点时间了, 或者说你刚刚结束了跟某个人之间的恋爱, 觉醒的时刻啊, 正是一个轮回的感觉, 你的这个状态, 单身状态啊, 肯定要结束了, 哪怕说你已经是母胎单身了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它也是一个转折点的出现, 世界牌的话, 就是代表着过去的事情全部要结束了, 迎接新的到来, 好, 这个一张呢, 是世界牌给到我的一个能量, 然后我们再来抽牌看还有哪些讯息, 对方当下给你的一个, 好, 这里的话呢, 权杖期, 对方当下还确实挺忙碌的耶, 权杖期, 它在这个事业当中好像花费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啊, 那还有的话, 权杖牌其实对应到工作的能量, 你跟对方啊, 可能是共同的做某些事情, 就是说在工作上面呢, 会有所交集, 可能说是同事, 也可能说是你在工作当中认识到的一类人, 对方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他当下会觉得你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 或者说会觉得靠近你的路上是困难重重的, 觉得想要向你靠近是一件比较难的, 可能他需要去做出更多的努力, 或者说是等待更多的一个时间才能够被你发现, 对方虽然说权杖期是一种在随时, 你看可以看到他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 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人可能在暗恋你, 他不一定啊, 就让你觉察到对方的存在, 或者说让你觉察到他的心意, 我觉得他在隐藏自己, 就是他其实可以跨过这个阻碍, 他已经离你很近了, 就差那么一杆子的事, 但是呢他就没有动啊, 他停在那儿, 但是我也觉得你可能知道对方是谁, 他的能量, 他这种想说又不敢说的能量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是一个无处躲藏的感觉, 所以这一组朋友其实我会觉得他来到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对, 尤其你们最近啊, 权杖期是让我看到一部分朋友可能还发生了一些口角, 发生了一些摩擦的能量, 跟对方有冷战, 或者说是有意见不同意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 好吗, 其实对方他已经有一点被你征服,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让我感觉他是那种表面上看上去温和, 其实他会有一点着虐的心理, 让我们再看更多, 让我验证一下这个人的能量, 看一下说我对他的这个能量感知是否是正确的啊, 我们这次的牌呢是反之亦然的塔罗牌, 它是正反面都有, 所以我抽牌的话就只能说哪一张掉下来, 我们就抽哪一张, 好吧, 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是吧, 并不是说我在, 啊, 炸了, 并不是说我故意看着这些牌在抽, 因为他的两面都是有很多的东西的, 又是一张全账牌, 全账五, 全账五它两张牌, 类似于说是, 这哪一部分朋友你们最近有吵架啊, 有冷战断联的一种感觉, 其实对方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回来找你, 复合, 对, 他的你们对应到你们身上表白的能量, 其实就是说这个人, 他已经后悔了, 他决定要重新, 回来, 那类似于说是, 给自己找一个台阶, 然后向你表达情意啊, 你们这样是带着, 复合意义的一个表白, 好吧, 他的能量让我觉得说很热情, 因为连续两张牌都是全账牌, 然后这里还有火山爆发的能量, 除了说你们之间有什么摩擦, 或者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打不相识, 相爱相杀的这样的一些能量讯息之外呢, 我还觉得说对方他很快就会到来你的生命当中, 会跟你有一个很快速的接近啊, 然后的话呢, 他还有一种感觉, 其实对方他其实在一直关注着你们, 他其实在找一些机会, 在等待, 等待着说推动你们的关系, 很想跟你们亲近啊, 很想跟你们熟悉, 很想跟你们有更多互动的感觉, 但是我们第一组牌朋友们, 你们刚才还记得吧, 我做能量的对应的时候, 我说到你其实是很害怕一些情感的靠近的, 一部分朋友可能你并没有说真的在感情当中受过很多的伤, 当然也有朋友你确实受了伤害, 但是一部分朋友你可能没有被感情伤害, 你是因为在来自于其他的一些人的经验, 让你觉得有一点害怕进入到感情当中, 可以看到, 你看, 其实这两个人是一个人, 那这个人, 他其实就能够对应到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 对方想要向你走近的时候, 你是有一点防御, 你觉得内心啊, 那个火山就喷发了, 有一种觉得大事不好, 心就不稳定啊, 不稳定下来的一种能量了, 对方他应该有向你示好, 但是你可能没有给他一个很积极的回应, 你在防备着他, 要么说你们两个人确实发生了一些冷战啊, 一些这种意见不统一, 有一些错过, 以及说是让你觉得有点生气的一些能量啊, 来我们看还有哪些信息, OK, 这里的话呢, 我们抽到了星币的骑士啊, 好, 土降能量卡着了是吧, 对方在向你热情的表达了心意之后呢, 他发现, 哎, 这个死路不通, 然后他停在这里了, 当下他可能会想着说, 以一种送礼物的方式, 回归你们的身边, 或者说向你们表白, 再加上星币骑士, 其实对应到跟工作相关, 这个人他会觉得你特别的有魅力, 因为你工作当中的状态啊, 非常的吸引他, 让他就是觉得你整个人魅, 这种魅力全爆发, 然后在无时无刻的吸引着他的那种感觉, 他对你是特别的欣赏的, 觉得说你们非常的优雅, 有魅力, 是他想要去奔赴过去的那样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第一组朋友, 你应该属于那种比较爱自己啊, 也很会享受生活这样的人, 对方他应该说是在等待, 他停滞的一种感觉, 能量会更明显一点, 好, 然后我们再抽一张, 好吧, 非常快直接就来了, 星币酒啊, 星币酒, 看正位的牌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是不是, 看人的正脸, 大家可能会对这个人啊, 这个牌的能量可能会感知的说更好一点, 好, 你看权杖, 星币酒的能量, 对方这个人啊, 让我觉得说他在事业当中还是蛮有成绩的, 他比较高一点, 嗯, 对方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点说, 觉得想要靠近你的时候有点难, 真的有点难, 你是一个防备的心态, 以及说这个人最近啊, 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觉得说跟工作相关, 有网上沟通的一个能量, 嗯, 和你的关系的话, 像队友, 像队友啊, 你们两人像是, 嗯, 共同做某件事情, 还有一点, 一部分朋友可能说你们之间是来自于说这个, 那种竞争的一些能量, 竞争, 还有朋友介绍这样一种感觉, 对方当下其实对你很好奇啊, 特别想要靠近你, 特别想要说, 进到你的花园当中, 看一看你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当下其实是一种说被你迷住的感觉,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 你其实还没有遇到这个人, 可能你是正在上学的同学们, 或者说你是一个母胎单身的朋友, 除了说我刚才讲到对方他在暗恋你以外, 那这个即将进入你生活当中, 即将向你表白的人, 他的一个特质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火象能量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火象能量那就会对应到我们白羊狮子射手这三个星座, 那以及说对方的一个特质啊, 他一定会是性格上偏向于说阳光, 以及说呢,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行动速度会非常快, 因为处理问题啊, 或者说想法, 就是想到了就会立刻去做,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的这个, 呃, 向你表白的人, 他的能量层级可能会比你高一点, 因为随之而来的还有土象的能量, 土象能量和这个火象能量, 更多也是对应到工作当中, 工作当中, 或者说学习当中的某些人, 向你们表白, 那如果说是学习当中的朋友的话啊, 正在上学的朋友, 其实他有可能会是你们的老师, 因为他的能量让我感觉说比较的成熟, 然后而且有魅力, 嗯, 也有可能是一部分朋友, 你们已经工作了, 但是你跟他之间可能是师生关系, 他的能量让我觉得说还是更, 呃, 成熟一点, 对, 但是他面对你可能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状态, 土象能量的话呢, 对方的星座啊, 对方星座可能就是会是涉及到摩羯, 金牛, 雏女这三个星座了, 那以及说对方, 呃, 他当下和你的关系,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还没有说真正完全的走入, 呃, 走到一起, 单身的朋友啊, 你觉得说我没有啊, 我身边没有任何人,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呢, 也是因为你当下其实心里面没有在很积极, 很虔诚的做一个显化, 做一个许愿, 希望对方他能够到来你的生命当中, 我在上一期视频的时候呢, 在跟大家说要许愿是吧, 除了那个节日非常适合许愿之外, 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做一些显化, 真的, 会让你们会更加的有变得幸运一点啊, 你经常去显化, 你心里很期待这件事情, 它自然而然就会到来, 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而且我觉得它有用, 所以会分享给大家, 但是之前并没有告诉大家, 为什么说要去做许愿, 为什么要去显化, 而且说为什么要领取好运, 我们这个整个人的能量, 如果说除了你主动被动的通过一些机遇获得之外, 还有一些就是靠你日常啊, 不间断的就是很小的事情, 你可能说去做一个很善良, 或者说帮助他人的人的, 其实是有点难的, 当下的社会节奏, 我们只能勉强大部分时间嘛, 只能勉强维系住自己是一个平稳的状态,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做好事的时候, 领取好运啊, 以及说跟这些幸运的人走到一起, 会让你是变得更幸运, 以及说显化成功最快的一个途径, 非常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领取好运好吗, 也可以说许愿望啊, 愿望就一定要大声说出来, 我们没有说存在什么大声说出来不灵, 你去许愿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这里大家都在这里许愿, 都在这里领取好运, 能量汇集到一起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每次都让大家许愿和领取好运的一个原因, 大家的力量汇到一起就真的很强大了, 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主题, 那对方当下给你的专, 单身朋友还没讲完啊, 那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虔诚的许愿和显化, 因为你先抗拒它, 它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我把它说得再好, 但是你没有准备好, 你没有一个很开放的态度, 在等待对方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进来的, 你后面这个心里有太多的激情, 你有太多的热情, 以及说特别多浪漫的想法, 你不给它让条路, 它也进不来, 它也没办法向你表白, 好吧, 下一个的话, 我们就来看他心里面是如何看待你的, 对你的一个看法, 看看这个想要对我们表白的人, 他是认真的吗, 他是真诚的想要和我们在一起, 还是说他只是想表白, 表白之后对于我们到底, 他觉得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以及说这个他心里看待你的想法, 看完之后我们再看他对于这段关系的一个计划和规划, 是如何, 那我们先来看他心目当中的你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啊, OK, 圣贝二的逆位, 圣贝二逆位, 所以这里有一部分朋友, 你跟对方走到一起, 其实会有一件钟情的能量, 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说, 一件钟情更多是他那边啊, 因为多多少少看到这组朋友在感情当中, 可能稍显被动一点, 你可能也会去主动的去追求一个人去向对方表白, 但是你一定说是什么呢, 对方要是那种让你觉得很信任, 很可靠的人, 你才会去主动的追寻, 所以一件钟情的能量更多是让我看到, 你可能会觉得对方是一个不错的人, 可能是一个让你有好感的人, 但是会没有对方心动的能量多一些啊, 圣贝二, 对方心里其实一开始就觉得你很美好, 你们两人初次走到一起, 他就有一种说, 把眼光放到你的身上拿不下来的能量, 这是圣贝二的逆位, 给到我的一些能量指示, 他对方看你, 会觉得说你们两人做朋友, 其实特别的和谐,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也第一时间没办法感觉到说你就是他的正元啊, 你就是他的人间理想什么的, 但是他第一时间他就会觉得说想要不停的向你靠近, 而且说圣贝二逆位啊,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在跟你很快的一个相处当中就不太满足于和你做朋友了, 他觉得圣贝二这个能量还是太过于浅显, 太过于说是关系没有达到他心中想要的那个成熟度, 想要的那个关系, 他看待你的时候很快他就有一种说确定了, 想要把你成为他的恋人这样的一个想法, 想要把你拿下, 他虽然说没有很快速的一个行动, 但是呢他心里其实早就已经这样做好准备, 已经想好了, 来看看,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牌到底是什么, 第二张牌其实是我们的保健国王的逆位啊, 啊不, 权杖国王的逆位, 权杖国王的逆位, 这个人会觉得有的时候你稍显强势一点, 或者说你在这个事业当中追逐的这个想法啊, 这个心态是过于的积极了, 他可能会更加倾向于说, 希望你不要在这个事业当中花更多的一个心思, 然后转而说是在他的身上多看两眼的感觉啊, 对方这个人其实他心里面会觉得你, 如果说你们是女孩子, 他会觉得你是女神, 你们是男生, 对方他会觉得你们是男神, 为什么说是逆位的这张牌, 就是你们过于的高高在上了, 所以也不是说你们外在表现是高高在上, 但是对方心里他是这么样的一个认为, 他觉得太难靠近你了, 你的眼光从来没有看过他, 而且说你们两个能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啊, 就是有一些错过啊, 或者说年龄什么的不一样, 其实他很喜欢你, 但是他会觉得说你们两个人可能有一些不匹配, 倒不一定是说你配不上他, 而是这可能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才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他看待你的话, 他觉得说需要什么呢, 像这个逆位的光牌一样, 把他的正位置给旋转正啊, 让你成为他的一个真正的另一半, 真正的属于你, 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他其实心里面当下正处于这种七上八下的一个状态, 他丧失掉了他自己原本很热情, 很积极的那一面, 我们刚才就有讲对方应该是一个火象和土象的一个人, 他可能是个土象, 也可能是个火象, 然后你可以看到火象牌, 火象国王的一个逆位啊, 火象的权杖国王的逆位, 就是这个人当下面对你不自信了, 他不太敢跟你联系, 非常想要去联系你, 但是又很害怕, 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显得有些幼稚, 在你看来的话, 就不太理解说, 为什么他对你会这么的喜欢, 你可能没有办法get到他心里面, 到底对你的一个真情实感是怎么样的, 你们身边可能说有很多的人在喜欢你啊, 不管说喜欢你的作品啊, 还是你喜欢你们的人, 我觉得你们真的就不缺乏追求者啊, 非常的成熟, 然后个性的话, 我觉得说是比较的有个性, 也可能说是强势, 总之而言会觉得说, 你们不是那种很软的柿子这样的感觉, 没有人敢轻易地捏你们, 来看看对方心里是怎么看待你, 好, 这里我们抽两张牌一起看啊, 权杖八和权杖三, 所以火象的能量, 我们刚才讲他也是个火象能量的人, 你在他心中的一个印象, 有一点让他觉得说, 你也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火象能量的人, 那其实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他会觉得说你是他的知己, 你是他的灵魂伴侣, 你会特别的懂他, 他看待你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觉得你出现了时间, 出现了状态, 其实有一种让他觉得措手不及的能量, 为什么说措手不及, 可以看到权杖三他人生当中是正面临着什么选择, 然后你突然又出现了, 你多给他了一个选择, 他也许说对于之前的那两种选择是一种很淡定的状态, 他已经知道说人物他要怎么样为自己做选择, 但是你的出现啊, 让他一下子又有一点慌乱, 他有一个新的目标出来了, 他看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心里是有很多的犹豫, 以及说又想要很积极的行动, 对, 可能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说特别简单, 但是呢, 我觉得他有对你会有一个奔赴之心, 他很害怕你身边有其他的一些人把你追求, 追求或者说抢走了, 很害怕你被抢走, 来看看对方心中的你还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在呢, 好, 这里我们抽到了心碧6啊, 对方的你可能说对方眼中的你会觉得你真的在事业当中投入了很多的一个心绪啊, 在事业个人工作当中呢, 花了很多的时间, 他觉得你好像是沉浸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工作当中, 然后有一点看不见他, 他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拼的一个人, 心里面看待你的时候就真的有一种说, 有一种在那里, 心里面在那里很强的在呐喊, 因为他觉得其实他有向你走近, 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看向他, 也没有说是以一种很积极的回应的态度去面对他, 他心里面当下是非常渴望你能够去对他有所回应啊, 有所就是, 你就希望你从工作当中看一看他, 如果说你们是同事关系的话, 如果他有在跟你聊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是正是因为他希望说跟你呢, 能说一些别的不一样的话题, 而不是仅仅维持到工作上面的一些状态啊, 过去对方对你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你非常的遥不可及, 但是现在他心里面看到你, 觉得说你一定要成为他内心有归属感的那个人, 你可以看这个心碧六对应的这个人, 他的目光所在就是一个房子, 房子其实就很好的理解, 是我们人生的归属感啊, 那如果说是单身的朋友, 你们觉得你身边查误此人的话呢, 你听到我说他对你心里的一些看法的话, 这其实就是以后他出现啊, 走到你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对你的一个看法,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规划是怎么样的, 来, 我们抽雷诺曼来看看他会怎么规划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呢, 这人在面对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他也有一点迷惑啊, 那还有的话, 我知道有一部分朋友, 其实你没有想要跟他走到一起, 你再抗拒他, 可能会觉得说你们两个人现实差异太大了, 他即使说向你表白你也有一点害怕, 但是你看传矛就又出现了, 传矛出现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心里对你们的关系的话就一种说, 想要去把那个问题的关键给解决下去, 他心里也是有迷茫的啊, 但是更好的事情是什么呢, 对方他愿意为你奔赴而来, 你看我们的这个骑士牌也出现了, 骑士牌就是对方他真的会努力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五张牌一起抽出来看吧, 好, 这里又抽出来的, 哇, 女士牌你看, 两个人最终会走到一起啊, 这是他心里面对你的一个, 对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规划啊, 可能你们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但是他心里面是想着说你们的关系能够说, 确定下来, 是一个说两个人能够去走到更远的一个未来去啊, 所以他心里面是想着第一一定要付出一定的行动, 但是他要把那些难关和问题给全部解决掉, 他才会有信心向你奔赴而来, 未来的话呢, 我觉得这人心里还是有一个目标在的, 尤其骑士牌到这里啊, 我觉得如果说你当下心里已经看到了这个人, 看到了他的一个存在, 知道他的一个就很符合我们对他一个描述的话, 我觉得对方真的啊, 二月份一定会向你表白的, 如果说你当下还有一点不确定, 或者你看不到这样的人的话, 那我要说的就是对方, 大家还要记得我们刚才的那个时间, 二四八就以二为单位, 或者说二是你们的一个关键数字,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啊, 那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人因为骑士牌, 他是代表着一个新的人, 一个新的关系, 你们之前啊, 之前可能说有一些问题在那里存在着, 两个人可能有分手, 或者说断联, 或者说两个人不会, 还没有走到一起就分开了, 他会向你奔赴而来, 你也应该会接受他的, 这里虽然我不做任何建议, 但是我能够看到, 你好像是接受了对方的, 递给你的手中的那一束花, 你看我们这里这张牌, 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是吧, 他手里也是拿了一枝花的, 然后到这里这个女士, 他也拿到了这一枝的花, 那我觉得说你大概率有同意, 好吧, 我不是说建议大家都做同意, 只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方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最终打动到你, 然后未来这个感情, 你看到船的牌的话, 就是会离开这个云, 云它是一种很模糊不清暗恋, 或者说你们是那种地下恋, 会离开那样一个状态, 然后找到说是那个终点, 找到那个稳定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以及说把这个感情给确定下来, 传毛的话, 它的一个出现真的会让人觉得心里就踏实下来, 很稳定, 很专一, 很专一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是一种说两个人就是互相拉着对方的手向未来奔走, 奔赴过去, 它对于你们这段感情的一个规划还是比较的长远, 而且说是比较负责任, 就类似于说啊,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它的表白就代表着它对你的一个求婚了, 虽然说还会有求婚, 但是其实就是它已经认定你了, 认可了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并且说未来已经会拿出一定的行动力, 来让你们两个人呢, 有一个更好的更远的一个未来在那里, 好吧, 这些呢就是我们第一组牌朋友们的所有信息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可以帮助到大家, 喜欢我的视频呢可以订阅加关注, 然后最重要还是我们刚才又讲了很多次的灵区好运, 灵区好运或者说是评论, 或者说是点赞, 一定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让我们所有的力量呢汇聚到一起, 让自己的愿望可以被显化, 自己的未来可以说是更美好的, 好吗, 为自己加油, 不是为自己的一段爱情, 我知道有些朋友, 你可能看了视频之后还不觉得说他是一个很能打动你的人, 但是大家也是要为自己许愿, 为自己许愿能够在下一段感情当中即将到来的表白里面, 可以说是收获到满满满满的一个幸福的感, 好吗, 祝福大家哦, 我一个人的时候想去很多的地方, 两个人的时候只想待在有你的地方, 哈喽,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看一下谁即将向你表白呢, 好, 在正式的抽牌解牌之前, 我们需要做一个能量的对应, 看一下说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 那我们一共来抽三张的塔罗牌, 来看一下说我们第二组朋友们整体的讯息如何, 第一张牌呢, 我们就抽到了宝剑的女王, OK, 我觉得第二张也来到了, 它就是我们的新边, 好, 来看第三张牌的讯息, 这里又抽到了女祭司, 哇, 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 嗯, 很高愣的一种感觉存在于你的能量当中, 所以你们应该是那种带一点禁欲气息在身上的人哦, 可能你会表现得很高冷, 但是我觉得你这种气息反倒是特别的吸引人的, 那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然后你可以看到姓比尔啊, 姓比尔则是对应到说, 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哎, 其实刚好姓比尔又是, 嗯, 又是第二组, 以及说还有第二张的大牌女祭司, 哇, 这组朋友们, 你们怎么跟第一组朋友一样, 跟二这个数字这么有缘呢, 嗯, 姓比尔我觉得说, 最近应该正在因为什么事情而忙碌, 可能说它会是你的工作和生活, 也许说是你的工作和感情, 但是可能最近你有一点想要去灰刀斩断某一段感情的感觉, 可能你已经去把这段感情做了一个断舍离了, 因为封向啊, 宝剑女皇和这个女祭司都显得是说在这个感情当中非常的清醒, 非常的就是那种, 啊, 理, 非常的理性的感觉, 对, 就是有一种看清了所有把对某些人的一些滤镜, 然后摘下去啊, 但是我怎么总感觉说你们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向你们表白的人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你拒绝过的人呢, 后面我们抄牌具体看到底他是谁, 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说这组朋友其实你们是那种啊, 真的对事业花了很多心思的, 把事业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 而且对于金钱有一个很高的目标感在, 就是你会觉得金钱啊, 是你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存在, 就必须说呢, 它一定要是能够让你实现很多理想, 你觉得你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烦恼都跟它相关, 你会觉得如果说有更多的金钱的话, 你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以及从容, 所以还是蛮注重在事业和金钱方面的一个追求的, 当下的话我觉得你们的一个思想是属于有点谨慎和小心的, 所以你们应该属于那种不太喜欢高风险的一些投资, 以及说高风险的一些创业, 如果说你们想要去离开公司啊, 自己去创业, 我也觉得你们可能是先去做副业, 让副业达到一定稳定程度的时候, 你才会去离开你的主业, 对, 然后这一组朋友可能因为女基斯和这个保健女皇在这里, 我其实觉得最近一部分朋友, 如果说你们面对一些纠纷的时候, 尤其是像比如像你们借钱啊, 或者说是工作当中纠纷的时候, 不要过于的在意跟对方之间的这个感情啊, 友情人情之类的一个一些关系, 对, 不要说是过于的在意跟其他人的一个感受, 你别人的话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 他会干扰到你, 所以不管说是对方向你借钱, 让你投资什么的, 大家都要是相对而言谨慎一点, 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身上是带有一些那种完美的主意, 以及说对感情其实有一点洁癖, 对应到生活上工作上的话, 你们是那种不管什么事情交给你们, 你们就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 也是很擅长解决一些很复杂的问题, 那还有的话,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 你的工作可能跟这个脑力活动相关, 就可能说是要做出很费脑筋去想出一些创意, 或者说呢, 你需要面对的客户是需要计算很多, 做很多规划, 就类似于说帮客户做规划呀, 做整理这样的一种感觉, 也可能说是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管说是事业还是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累, 还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最近其实是需要去脱破一下, 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那个卡住, 卡住的话并不是说你某些事情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不顺利, 而是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厌烦的情绪出现, 所以当下也确实是到了一个突破的阶段啊, 可能你要做出改变了, 因为你这个人是让我看到是比较自由的, 而且还是比较崇尚于说, 让自己活在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当中, 你不太像是那种挣辛苦钱, 以及挣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钱这样的人, 你是通过, 想要通过工作让自己过得更好, 让自己更开心, 如果说你当下觉得自己有所困住卡住的话, 可能真的要做出相对应的调整, 因为星比尔也其实在提醒你们这样的一个事情, 当下的话真的对事业非常的用心, 全身心都在追求理想和目标当中, 大家可以说继续的努力, 然后我觉得因为女祭祀和宝剑女王的出现啊, 再加上星比尔这样一个稍微卡卡的事情, 就是在一个周期当中一直的循环, 在某种状态下维持了很长时间的话呢, 会有一个贵人出现, 他会给到你们一些帮助, 帮你脱离困境, 大家可以稍微就是留意一下, 一些风向星座人, 风向星座还有说这个, 嗯, 他是大概率就是风向星座的, 大家可以看风向星座的朋友们的一个讯息, 对, 他的话呢, 会让人感觉有一点高冷难接近, 可能说是比你年纪长一点, 你的领导或者说是你的母亲, 大概率是一个女性的贵人, 女性贵人他的这个星座啊, 嗯, 我觉得可能会是来自于天秤水平双子, 好, 这样的一个讯息, 还有我们这组朋友, 你们那个星座我也来讲了一下啊, 嗯, 你们这里的话呢, 有月亮金牛, 月亮摩羯, 还有会说水平双子, 也就是说月双鱼, 这样的一个星座, 其实月双鱼的星座就很少了, 对, 来, 我们看, 把这个能量对应的牌卡呢, 我们收起来放到一边, 接下来我们就是来, 哎, 这张牌还没收哎, 因为我的牌, 前面有东西挡到视野, 然后我们来用雷诺曼看一看啊, 这场表白, 因为我觉得今天视频主题的话, 大家可能会更看重的, 更在意的是表白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先来向表白的这一天, 他的一个场景, 时间和你当天的一个心情啊, 状态是如何的, 我们来抽牌看看, 让雷诺曼告诉我们一些讯息吧, 月亮拍, 那天很浪漫哦, 这次的表白一定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那我觉得说他表白的一个时间可能跟晚上相关, 对, 可能是在一个晚上向你去表白, 那一天你的心情啊, 我觉得是处于一个很圆满, 很饱满的一个状态, 所以那天你可能会苦, 可能会掉眼泪, 然后, 而且说是内心有一种归属感, 有一种安全感存在, 表白那一天对方说的话, 一定说啊, 会让你特别的感动, 就是你其实内心一直期待的一些, 归属感和安全感, 对方都会向你承诺, 并且说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 让你去相信他, 那同时的话, 月亮拍他其实也对应着说一些不信任, 到表白那一天的时候, 你一定说是能够对这个人啊, 放下过去的一些猜忌, 就是你可能对他考验的时期啊, 或者说是有一点防备之心什么的, 我觉得都会在表白那一天的时候, 有一个能量就是像是一个周期吧, 走到某一个阶段, 你觉得说要放下对这个人的这种, 不自信的一种想法了, 可能会更信任对方一点哦, 那天表白的地方可能会有水, 然后这里的话又出现了放大镜和, 那我觉得说, 这一组朋友们啊, 这个表白的地方呢, 可能会是一种说, 具有娱乐气息, 一个玩的场景当中, 可能你们一起去某个地方去玩, 某个地方去怎么说呢, 去旅行, 或者说是一群人去到某个地方, 做一些事情是很开心的, 对, 那一天的话让我看到一些特别浪漫, 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啊, 你们是参加别人的一些婚礼, 别人的一些订婚仪式什么的, 他感染到你, 对那一天可能你的这个, 他对方的一个表白场景会结, 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样别人的一个很浪漫的场景出现哦, 要么说是, 呃, 其实一个比较少的可能性就是, 呃, 你们那一天同时被表白的人啊, 不止你一个, 可能会是两个人, 呃, 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还比较少见一点啊, 要么说是认识, 要么说不认识, 对, 而且说是别人先表白, 然后可能你这边说了什么话, 然后对方觉得, 呃, 就顺势而为之的那种感觉, 你说哇, 今天这个女孩被表白了, 这个男孩子被表白了, 他好幸运啊, 然后, 呃, 这个向你表白的人, 他说那我今天也想像, 让你当一个很幸运的人, 你也, 也希望你就是今天可以被人表白, 就巴拉巴拉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能性, 总之看到有两个人啊, 一对, 两对, 两对人, 嗯, 于四这个数字, 你们看嘛, 二和四, 非常频繁的在出现哦, 我们第二座朋友, 包括说我们的指示牌上面还有一张四, 是吧, 你们要跟四这个数字结圆呢, 来, 我看看, 对方怎么突然有点害羞了呢, 哇, 幸运草, 好, 幸运草这张牌的话, 让我觉得说表白那一天啊, 你会收获到陌生人给你们的一个祝福, 所以这个表白场景不一定是在室内, 可能会是在室外, 然后表白的时候会被其他人看到, 你会收获到大家同时对你的一个祝福, 大家可能会一起为你鼓掌, 为你们这段感情, 然后也很开心啊, 幸运草让我觉得说那一天的表白还是比较突然的, 真的是随性而为之啊, 对方预谋性比较低一点, 像是水到渠成, 就是自然而然, 而自然而然的一种真情流露, 对方那一天就是也可能没有想过说要跟你表白, 但是突然就觉得说当下不表白实在是时机浪费掉了, 就是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一个场景, 然后必须要表白, 这是我觉得看到的一个场景, 而且对方会还蛮庆幸的, 就是他觉得说, 哇, 还好今天表白了, 后面的话他可能拿不出这样的一个决心, 或者说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一些场景和氛围感了, 或者说你们那一天原本有什么矛盾, 或是化解过去的一些事情啊, 化解一些之前不开心的事情, 同时的话那天应该有隐藏的一些东西, 好, 这里的话那一天表白那天的场景, 其实除了室外也有室内啊, 一部分朋友可能会是在室内, 你还可以看到成白, 所以这个表白的场景可能会是在游乐场, 游乐场对方向你表白, 你说到这里的话, 其实让我觉得第一组跟第二组的能量, 这个表白场景还有点像的, 所以今天又有这个一二组连着看的朋友们, 或者说你在选第二组的时候, 在第一组和二组之间犹豫了吗? 场景让我觉得说还比较像一点, 但是不一样的话, 其实你们这一天也有一起出去过夜啊, 但是这个吃苹果这件事情上, 我并没有说透过这些雷诺漫看到很多的一个讯息, 这一天我有收到礼物啊, 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 而且说是那种很浪漫的一个礼物, 对方应该会很挑选, 精心地准备一些东西, 应该有花, 当然也有些贵重的, 你看这个小孩子的目光紧紧地被这些宝石和玩具所吸引, 如果说你们有什么兴趣爱好的话呢, 你们有一些对某些东西有非常强的一个偏好, 我觉得对方会在那天, 他会送你这样的一个礼物, 比如说你喜欢某一个牌子的杯子, 某一个联名的杯子, 对方他可能就会送给你, 是一个比较让你欣喜的很期待的最看重的一些东西, 那同时也有梦想成真的能量, 就一部分朋友可能在对方向你表白之前, 你已经很期待说对方向你表白了, 那一天就觉得说哇终于实现了愿望, 接下来一定要去还愿, 你们有在向某些人许愿, 许愿这个被表白那一天, 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 这次的表白其实还充满了童真感, 对, 可能对方会带你看他小时候的一些回忆, 或者说去跟你小时候的回忆相关, 然后这是当天的一个时间, 你的状态啊, 那天除了我们刚才第一张牌就讲, 那天你会觉得说是觉得非常的浪漫, 很开心, 有一点期待, 但是同时他也是很突发的, 因为大家的能量不一样, 所以看到什么就跟大家传讯息过来, 有一部分朋友就是比较突然, 就是像是时间成熟, 然后自然而然的一个表白, 他不一定说特别的精心准备, 但是你会很满意, 那一天对方可能会送你礼物, 送你东西, 然后以及说有在游乐场表白, 或者说是一些玩乐的地方啊, 类似于说有的什么大人啊, 大人本来大家就是大人啊, 对就是让我觉得说有同趣感, 同时的话也有一些那种比较烧脑的一些活动, 好吧, 时间上的话呢, 还是就跟大家讲了, 二和四的能量最多, 但是还多了一个三啊, 嗯, 二三四, 二三四这几个时间, 好, 二三四这是表白一个时间的场景, 我比较偏向于二与四, 嗯, 三的话也有, 三的能量怎么说呢, 对, 三的能量确实有啊, 二三六, 二三四, 二三四的一个时间节点, 嗯, 你当天心情的话, 我觉得有一种小孩子捡到宝的那种感觉啊, 捡到宝物了, 然后还有很觉得那一天很浪漫, 可能你一定会去拍照片哦, 那天会去拍照片留念, 然后会当天就很开心的向你展示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告诉大家你恋爱了, 好吧, 这就是表白的一些场景,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抽塔罗牌哦, 看一看说对方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谁在向我们第二组朋友们表白了呢, 他和你的关系是如何, 他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了吗, 这里啊, 我们抽到了恋人牌, 恋人牌, 好, 恋人牌出现了, 那就说到这又感觉是我们跟第一组朋友很逊了, 有一个很一样的信息就是, 这里其实有已经表白过的啊, 已经走到一起, 要么说你们是先吃了苹果还没有表白, 对, 所以说表白这天吃苹果对你们来讲就没有显现出来了, 就是因为你们已经提前把这件事干了吗, 先有吃苹果啊, 就是当下可能一部分朋友已经有了这个恋爱当中朋友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但是对方唯独差了你一个很浪漫的表白在那里, 嗯, 恋人牌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这样的讯息,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你们已经是情侣了啊, 已经是情侣可能已经就是处在这个婚姻当中, 但是不一定啊, 这个像你表白的人就是你的眼前人, 只是看到你当下的关系是这样子, 嗯, 有这样的感觉让我觉得有那种偷吃禁果的能量, 还有一点叛逆气息, 你跟这个人之间啊, 如果说对方已经出现, 就是你们现在已经心里想到一个人的话, 你跟对方的关系其实是稍微的偏向于说那种禁忌之恋啊, 地下恋这样的一些场景, 一些能量, 要我说是存在一些可能你们是师生关系, 但是你们是师生关系的话, 你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十几岁正很未成年的学生, 你可能已经步入社会了, 但是对方他可能是教导你一些东西, 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领导这样的一些讯息, 来看看对方这个人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抽到了星碧巴这张牌啊, 星碧巴我们刚才讲, 他跟你之间有这个师生关系, 以及说这个同事关系和领导与下属之间的这个关系, 然后对方这个人的话, 星碧巴如果说他还没有出现你的生活当中, 你当下心里看没有任何人的话呢, 对方当下在忙什么, 他在忙他的工作啊, 工作这件事情让他颇费心力的一种感觉, 花费了他大部分的一个时间, 所以他可能要等当下这件事情, 进入一个完结的状态当中, 才能够去走到你的面前, 走进你的世界当中, 然后这个表白的事情才会发生, 如果是这样的朋友们呢, 你们二月份啊, 可能二月份和三月份不用说是过多的期待, 你们的表白时间可能就会更偏向于四月, 对, 刚才没有说六月, 但是这张牌的话, 让我觉得说也有一部分朋友会是在六月, 因为我原本是只想给出三个时间点的, 但是现在的话, 我觉得可能把六月份这个时间加上就会更谨慎一些, 来,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讯息给到我们呢, 这里呢, 我们抽到了星币三啊, 星币三, 对方跟你在这个工作当中的牵连性还稍微高一点哦, 又是一张星币牌, 就是如果你现在啊, 已经心里有了一个人的话, 其实你们当下关系已经很稳定了是吗, 已经是在这个暧昧的关系当中, 在黏黏乎乎的了吗, 就差一个表白, 还有的话一部分朋友就真的你们已经, 嗯, 已经吃了苹果, 要么说你跟对方的关系会是先吃苹果, 然后后表白, 好吧, 大家玩得这么开的吗, 会是先吃了苹果, 然后再走到一起, 就是那种已经把很多事情已经走好之后, 才会最后的进入到这个表白当中, 所以他给我感觉是你们两个人呢, 可能会走得更长久一点, 通过这一次的表白, 就是真的认可了对方, 认准了对方, 然后想要去一直走下去, 两个人就是互相奔赴这种感觉, 表白的话,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你们是愿意进入婚姻的人, 也许很快的一段时间, 你们就真的要结婚闪婚了, 但是我会看到一部分朋友, 其实你不想结婚的, 你只是想维持住当下这种状态, 因为你们可能会想要在事业人生当中, 有更多的一个突破啊, 即使说当下这个人挺满意的, 你觉得他比较的靠谱, 比较的稳定, 但是你还有一点说, 想要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你并不是一个着急结婚的人哦, 来我们看看, 但是对方可能会比较想这件事情啊, 哦, 权杖的A4牌, 这人的话呢, 他出现你的生活当中啊, 已经就是那种对你非常非常的渴望了啊, 这人在关注你, 在非常暧昧的关注你, 内心呢就有一把火一样在燃烧, 要么说是什么样呢, 你们之前是已经暧昧过了, 但是后面又一为什么三方关系吧, 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 退回到好朋友的一个关系, 对方当下心里其实很难受, 很焦急难耐的这种感觉啊, 他现在其实觉得说啊, 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互动, 但是只能把这些能量隐藏在心底, 迫切的想要得到你, 你们之前过去应该说, 还比较发展的不错, 很稳定啊, 星B8和星B3, 都让我觉得说, 对方对你是有一种非常真挚的, 那种火热的心态在的, 但是你当下其实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那你们之间的关系, 类似于说, 对方渴望的跟你有很多的互动, 然后你跟他有, 你对他就是比较冷淡一点, 你当下的话有点说, 不想要跟对方聊很多了哦, 但是对方其实还没有放下你, 对, 来看看啊, 但是呢, 朋友们其实不用着急, 这个人有在暗恋你, 我抽两张, 那如, 就, 因为我们这里有星B3嘛, 两人之前可能说因为金钱, 或者说事业, 学业, 或者工作之间的一些东西, 有过一些交集啊, 比如说是你的过去的同事, 他有在关注着你, 之前你们在一个团队当中, 现在没在一个团队了, 就是之前有互动, 现在互动特别少, 现在的话, 鱼人牌, 关系退到零这个程度上来讲, 确实有一部分朋友是之前爱美国, 或者说之前你们怎么说呢, 已经就是非常好了, 已经就是把吃苹果这样的事情都做了, 两个人就已经跟真正的情侣之间, 就差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名称了, 但是现在这个关系有冷淡停下来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你看, 从很多东西有后退啊, 这个人他在关注着你, 之前你们可能说是能量不一样, 或者目标感不同, 然后对方他其实有在关注你, 还有一部分朋友, 因为鱼人牌的话呢, 加上星币8和星币3, 我觉得这个还没有进入到你生命当中的人, 他当下还在寻找你, 还在等一段时间, 你可能还没有觉得, 还没有遇到他, 因为确实一部分朋友, 你当下的话, 可能身边还有其他的一个爱人, 有其他暧昧的人, 你可能心里想会不会是他向你表白, 但是我感觉还有另外的一个人会进来, 因为这个人目前还是内心对爱情有渴望, 但是他还没有寻找到你, 好吧, 能量不一样, 但是说起来就有点冲突, 但是大众占卜他这一点也确实比较无奈一点, 我没有办法把大家能够遇到的人, 他是说的特别的确定,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的话, 可能就只有大家能够去感受, 你到底身边心里想的这个人, 他可能不可能说跟你走到一起, 然后说到这里的话, 这个人还是土象星座能量比较多一些, 土象星座还蛮强的, 还有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当下啊, 你已经感觉到你们两个人在工作上, 就是或者说过去的时候在工作上合作的比较的舒服的话, 其实那就是这个人, 如果说你们没有感觉到跟对方有这个工作上面的交集啊, 那其实这个表白的可能性会稍微低一点, 但是也确实有例外, 好吧, 其实对方一直在很想你啊, 他觉得的话内心对你有这种期待, 他也不能说明说到底这样的一种期待是怎么样的, 但是他就是放不下, 离不开也舍不得这样的感觉出现哦, 对方这就是他的人的一个讯息, 愚人牌这个人蛮乐观的, 傻乐傻乐的那种感觉也不能说他傻, 只是说他可能会在你面前表现的不是一个非常, 像大人这样的一个人, 他会像一个小孩子, 就是大人嘛, 首先要就是说一些自己不喜欢说的话呀, 或者说做就是做一些表面功夫, 我觉得这个人做事情上更偏向于那种很直白的一种性格, 然后我们来看看他心里是如何看待你的啊, 对你的一个想法看眼光是如何的, 如果说是当下单身的朋友, 你们还没遇到对方的话, 那其实就预测着以后表白那段时间的情景啊, 圣碑的骑士, 哇, 这个人会觉得说你是他值得去奔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圣碑骑士, 他觉得你非常的值得, 就是你特别的好, 很多方面都好, 值得他就是去寻找你, 觉得过去人生当中走了很久之后, 依然没有看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人, 要么说他已经是那种玩家模式, 一边走一边玩啊, 虽然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终点, 但是他已经经历过了很多的情感呀, 那我觉得他心里看待你的话, 就觉得说你是最值得他去走过去, 奔赴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 好, 这里的话呢, 我们又抽到了星币A次牌, 星币A次牌, 你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宝藏一样, 之前的话, 虽然他一直走走停停在那里, 或者说甚至是玩家模式嘛, 看到很多的风景也经历过了很多人, 但是他并没有说一定要把对方抓在手中这样的感觉, 嗯, 对方啊, 他看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是他人生当中不一样的, 一样的一个存在, 就是这个人他更随性一点, 看待问题也好, 或者说对待感情也好, 是一种随性而为之, 但是星币A次牌的出现呢, 我觉得这个人在想到你的时候, 想要给你一些非常实在的一些付出, 有一些就是那种能够代表真正意义的一些付出, 而不是说停留在这个嘴巴上许诺啊, 嘴巴说未来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他可能会因为你做出一些比较实质性的一些行动出来, 如果说之前他有真的伤害了你说了一些让你不开心的话, 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道歉啊, 好, 看看还有哪个讯息到来呢, 好, 这里的话呢, 抽到了皇后牌, 嗯, 心里面就觉得你特别的有魅力, 真的, 不管说你心里对自己的一个感受是如何的, 我这边是看到他看到你的时候, 觉得你没有任何的缺点, 非常的美丽优雅, 而且说觉得你就适合是成为他的另一半, 这是他心中对你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人会是对你还挺认真的, 虽然有一部分朋友就真的因为说是已经跟对方先吃了苹果, 先走到了一起, 但是唯独还没有把这个关系就是, 两个人虽然在一起很甜蜜, 也一起去玩呀, 一起就吃苹果啊, 很开心一起睡觉, 但是两个人都还没有说真正的想这段关系的未来是怎样的, 对方看待你, 以及说你们这段关系, 我觉得他真的还是蛮认真的, 稍等一下我们会看看对方他心里对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规划, 等会我们用雷诺曼看啊, 现在他看你, 我觉得说他心里就是觉得说想要跟你走到一起, 你们两个就是天生一对,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好, 我们来, 再来抽牌看, 好, 这的话呢, 权杖酒啊, 对方看你的话觉得说是要让自己背负起责任, 对, 他可能就像什么, 我们刚才就说他是一种玩家模式啊, 你们的话呢, 到了权杖酒的时候他就想要说是为这段关系真的承担更多, 做出实质性的行动, 以及说啊,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过去或者说之间存在的差异, 有可能是有些人是不支持的, 可能说有一部分朋友对方可能已经经历了婚姻, 或者说你们呢已经对感情这件事不是说特别的放松, 对方在面对你的时候会觉得说两个人的关系是让他有一点压力感存在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权杖, 圣碑骑士和这个权杖酒的话, 他都是类似于说寻找自己心中期待的那个答案的感觉, 黄后牌也是如此啊, 都是一种想要去渴求什么东西的到来, 对方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说他找到了那颗宝石, 找到了那个宝藏, 来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讯息, 对方是怎么看待你呢? 其实综合来讲, 我觉得这个人看待你再抽了一张牌, 我觉得也会跟之前, 前面比较重复了, 但是我现在觉得说他最后的一个想法一定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他藏在心底最深处的, 很害怕被人看出来, 看穿的一种想法哦, 所以你看我这边抽了半天也抽不出来, 但是抽不出来我要给他抽出来, 还是这样子, 来吧, 给出一个答案吧, 告诉我你心里到底是如何看待的, 好, 终于出现了, 难怪说啊, 他这么不想讲宝监三的逆位, 这人想告诉你说, 他自己心里其实受过伤的, 他心里看待你就其实真的就是有一种说害怕你在伤害他, 他可能之前经历了一些不好的情感, 我把这张牌正位给大家看看, 过去的时候他肯定经历了一段, 可能经历了一段欢迎, 或者说经历了一段非常投入的感情, 但是之前这段感情肯定已经结束了, 他不敢说, 不敢说他心里对你的看法就是害怕你像他之前经历的那个人一样会伤害到他, 会以爱人的名义去伤害他, 嗯, 这个人之前吃了很多爱情的苦味, 哇, 难怪说他最后一张牌在这里纠结这么长时间都不愿意露出来, 嗯, 他心里看你的话有一种说是迟疑感, 你知道吗, 就是他, 他会像这说是已经, 已经走过的那些弯路, 已经吃过的亏, 已经经历过的那些伤害, 他不想再重新经历了, 但是他其实心里也很犹豫, 他不知道说会不会真的在你身上又重蹈覆着, 会不会说又再一次的被伤害, 嗯, 心里还真的是一种说表面非常的洒脱, 但是内心当中呢, 在意的不得了啊, 非常的纠结, 很害怕, 他外在可能会表现的好像说, 嗯, 非常的就是, 花火, 嗯, 海王一样, 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 也可能说外在表现的非常的就是, 对你很认真, 但是他心里是有些小许, 稍许的犹豫啊, 但是如果说两人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他是能够感受到你们对他身上那种很真诚的一个能量的, 嗯, 因为你是拥抱了他, 拥抱了他过去的那样一个伤痛, 然后他对方其实心里上啊, 他也觉得说你有一种疗愈力量会给到他的, 但是他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 他心里是这么期待的, 期待说未来你可以说是拥抱他的苦难, 拥抱他过去的那种伤害, 受到了一些伤害, 然后整个人的话能够在你的这个疗愈气息之下获得到更多, 或者说呢, 就是整个人不会再从被之前的那些情感, 那些伤害所困住, 嗯, 这人心里对你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还有的话就是之前你们可能真的有过一些口舌之声啊, 有过一些吵架, 或者说因为什么事情, 暧昧到一还没暧昧的时候还没开始, 然后就结束了, 嗯, 这个人其实很要面子啊, 他其实很希望, 希望呢就是把你圈养起来, 希望你听他的啊, 把他当作是一个英雄来看待, 但是他其实也非常需要你的一个力量, 这是他不敢说出口的, 他在你面前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渴望被拥抱, 但是他又是一种比较的被动一些, 就是他不太敢去说出这些话啊, 或者你们的关系不太被家庭世俗和认可, 所以他觉得两个人走到一起, 他有一点像是一种伤害的能量啊, 觉得有些不能公开的东西, 不能得到世俗认可, 或者说法律认可的这些家庭啊之类, 很多很多的一个讯息, 让我看到是这个人心态很崩溃, 嗯, 但是他一定会去主动找你们了, 不要看他心里面最深处的想法有些负面, 但是他一定没有办法能够去放下你的, 他一定会去找你表白的, 然后我们来用雷诺曼啊, 看看他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计划, 他是如何规划的, 我们来抽五张的雷诺曼牌看一下啊, 好, 雷刀啊, 青子, 嗯, 是一种说结束, 结束, 但是他不是说结束跟你的一个关系, 他会是说结束你们当中阻碍的那些东西, 又出现了孩童, 我们抽到了两张孩子这张牌啊, 嗯, 所以说他对你们的关系, 希望说你看就像是结束那种很复杂的一个能量, 有毒的一些能量之后呢, 嗯, 然后两个人的话就回归到那种很单纯的, 很原始的这些状态当中啊, 他内心是希望你们的关系没有那些阻碍, 那些阻碍全都消失, 没有那种很拖沓, 很累赘, 然后以及说别人过于在意别人眼光的一些事情出现, 他希望你们两个人就是单纯的因为喜欢而在一起, 而不是说一定要去很顾虑其他人的一些想法, 就即使说心理上啊, 是渴望被很多的人认可这个塔牌的嘛, 塔牌的话就是具有一定的庄严气息啊, 具有一种嗯, 严肃感在到那里, 但是这人更加心里想的就是, 因为爱情走到一起, 那就不要说顾虑太多, 一些东西该结束就让它结束, 不要说是一直沉浸当中走不去, 要用这个镰刀把自己那种现状给打出去, 不是用这个镰刀呢, 把自己那些根有毒的能量之间做一个切割, 而且说其实这个棺材也是代表一定的保护力量, 就是他会希望说你们互相保护自己, 也许说有些东西看人, 试人去看, 总觉得它不太激烈, 不太好, 但是其实嗯, 你们心里本来你们这段感情就可能是受自己去保护, 你们自己知道它是好的, 你不需要说得到别人的一个认可, 别人可能不赞成, 但是对于你们来讲, 就是自己身上最重要的那个保护的盔甲在啊, 再来抽一张吧, 然后我们整体再看一下啊, 好, 这里抽到了房子, 嗯, 最终的话, 它希望你们这段关系可以说是走向归属感, 就哪怕说两个人需要去地下恋啊, 需要是暧昧很长时间, 或者说是经受很多的一个阻碍和折磨, 但是未来的话, 因为房子这张牌在这里, 我觉得它对你们的感情还是想要说两个人走到说是重新的在一起, 嗯, 有归属感和有非常舒适这样的关系当中, 那同时的话有一部分朋友啊, 如果说你们之前有些什么矛盾的话, 有些什么争吵, 我觉得说这个人会过来找你, 因为他会向你道歉, 会向你承认错误, 会把过去对你的一个伤害呢, 进行弥补, 弥补之后, 我觉得说你们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许说跟现在会不一样, 因为对方会找你表白, 会找你告白啊, 嗯, 你们之间的这个表白, 也有点像是说这个, 嗯, 去请求原谅啊, 以一种说原谅对方, 然后再表白一种感觉, 发生什么事情, 不愉快的事情的话, 最终对方还是想要去跟你和解啊, 可能有的时候他会做出一些事情, 看上去有点不太想和解, 看上去让你觉得有压力, 或者说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对方是怎么想的, 嗯, 对方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这样, 让人琢磨不透的一个人, 他有的时候会表现很直接, 有的时候他想要走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动作, 行为出现, 但是不一定能够被你理解, 但是因为这里, 呃, 这些所有牌其实都在表现着说, 对方他想要你们过去那些有毒的能量呢, 做一个切割, 把一些完全不需要的能量, 给他隐藏下去, 永远的就埋藏起来, 不被你们两个人就是重新招惹上啊, 两个人就全新的一个能量, 回归到一个很初始, 像孩子一样, 两个人是非常纯净单纯的和对方相处, 我这里是看到他对方他对你们之间未来的一个规划, 未来的话他是有在往这个契约关系当中去规划的, 希望你们两个人就是能够共同的为某一个目标去努力, 共同的进入到一个婚姻, 或者说是一起恋爱, 或者说某一个就是长久走下去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对方他一定会去找你的, 如果说你们之间有矛盾的话,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啊, 如果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孩子觉得说啊谁呀谁要找我表白呀, 嗯其实你可能会觉得说, 哇这个人他为什么说看着能量这么的复杂, 我为什么说要跟这样一个有毒的能量的人, 进去等他的一个表白, 我不能等一个说纯纯的小鲜肉, 纯纯的小美女不可以吗, 啊这有的事情确实没有办法去阻碍, 但是宇宙安排这样的一个人的出现啊, 他是证明着说是爱情真的是能够去跨越很多, 有的时候我们想着说自己要谈恋爱的人一定要是怎样怎样的, 但是其实我们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个误解, 我不想在这里去改变大家, 大家就是拭目以待吧啊, 等这个人的出现也许说你的心态会不知不觉的变化, 不管怎么样呢, 如果你坚定的觉得自己不会去不会改变初衷的话, 这个他毕竟只是一个表白对象, 并不是说你的结婚对象, 大家哪怕说是结婚对象啊, 人生也是始终保持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好吗, 我祝福大家就是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路人, 掌舵人为自己规划, 让自己可以走的是一种按照自己想法所走的道路, 而不是别人要求你的, 哪怕是宇宙给你安排的, 我依然希望说是你们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都可以是开心的, 好吗,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是点赞订阅加关注啊, 或者说呢, 还有就是凝聚好运好吗, 祝福大家哦,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 一起虚度短的沉默, 长的无意义, 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 哈喽,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就是看一下谁即将向你们告白呢, 在正式的抽牌解牌之前, 我们首先来做一个能量的对应, 看一下说我们第三组朋友们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是怎样的, 好, 能量对应的话呢, 我们一共抽三张的牌, 来看一下, OK, 好, 上一来第一张牌就感觉还是蛮严肃的嘛, 死神牌, 但是也是一种重生的能量, 圣杯四, 很多死神看着它好像完全没有解体之法的时候, 其实答案已经在眼前了, 只是可能会被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然后我们的第三张牌呢, 是抽到了全章三, 好, 这三张牌给到我的感觉呢, 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你们最近啊, 应该说是经历了一个暗夜的时刻, 或者说刚刚从什么重大的转折当中走出来的感觉, 或者说呢, 你会觉得说自己当下的人生没有选择了, 其实看圣杯四和全章三都在告诉我们啊, 你不是没有选择, 只是你不太知道说你自己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那一部分朋友呢, 可能在纠结自己在当下这份工作当中, 是应该去还是留呢, 或者说是在纠结在某一段感情当中, 到底应该是继续投入, 还是应该从现在这个时间阶段呢, 戛然而止, 你有一个纠结感存在, 你有一点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去获得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也有一点怀疑, 害怕自己做错决定之后呢, 你面来的, 面临而来的是一些, 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难题, 所以你此刻的犹豫, 更多的倾向于说, 你是因为害怕自己做错选择, 你的这些想法把你困在了原地, 然后全章三和圣杯四, 其实真的就是感情上和事业的一些可能性是还蛮多的,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困住的时候, 不觉得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 好, 然后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们, 占有欲还是比较强的, 你们呢, 本身是那种特别有魅力的人, 很多人就容易被你们吸引目光, 也有很多人不知不觉的, 就想要来到你的面前呢, 去争取你, 然后你自己的话呢, 我感觉说有的时候是不太相信自己的魅力是有这么的充足的, 你有一些觉得他们的靠近更偏向于说是一种怀有其他的意义, 对, 要么说你总是不太敢尝试, 也许对方会表现得非常的真挚啊, 或者说表现得非常靠谱, 你也没有说是真的看到什么说不该相信的一些情形出现, 但是内心的话就确实没有办法非常的信任, 你们的话我觉得说有两种的个性, 容易胡思乱想啊, 真的, 情绪上是有很多的变化, 而且你也是给人感觉是比较难以抓住, 难以琢磨的这种感觉, 你们本身是非常有战有欲啊, 天蝎座的一个能量在这里非常的强烈, 不太能够去相信其他人, 做决定比较慢哦, 不太容易坚定的选择, 做完决定之后还有一点纠结的感觉, 那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啊, 你们在接下来的人生, 应该会面临着一些物理距离上的移动, 可能说你会面临着说去出国求学, 或者说是离开家去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游学, 或者说出去玩, 那你可能面临着说是, 如果你正在工作当中, 你去出去玩, 那其实你不觉得说你的这个假期是足够的, 你想要说得到更充足的一些假期, 但是呢, 你得到假期的同时, 可能要相对应的做出牺牲, 这对于你而言, 你是不太能够去接受的, 你总是说, 想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出来, 还有的话呢, 我也觉得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应该是有在学习语言, 学习外语, 还有的话有在面临着一些说, 从当下的环境去到新的环境当中, 这个出远门啊, 以及说变动的能量还是比较强烈的, 只是你的已经到了那个行动的这个当口了, 就是必须要付诸行动, 但是你的心还没有做好选择的一种感觉, 也许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但是你此刻正在纠结, 到底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这组朋友其实我看到有从事文字行业的, 和写字相关, 你的工作呢, 可能是写一个, 可能是编辑, 汇总一些文字, 也可能你是写小说, 写网络上一些文章, 还有一部分朋友是和策划相关, 你们是那种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 是那种能够从一件事情上联想更多, 那还有的话, 如果是一些事情很容易往悲观的方向去想, 容易把它想为想象成为说, 不管做哪一种决定, 未来一定是以失败告终, 未来一定是以你那种没有办法抽场的一种情形而告终啊, 你们我觉得是比较害怕进入婚姻的, 或者说可能已经经历了一次婚姻, 这里我觉得你们是一种重生的能量, 已经结束了婚姻, 或者说结束了某一段感情之后, 那当下你呢, 当下了你面对着新的生活啊, 有一点不适应, 有一点迷茫, 然后以及说面对新的感情的时候, 真的相对而言特别的被动, 还有的话呢, 我会看到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自身性格其实非常的稳重, 你的话呢, 更多的话啊, 是特别希望自己的人生不要再出错了, 可能正是因为之前出错的能量太多了, 经常因为已经吃到了这个做错选择的苦果, 感受到过去你的那些付出, 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 以及说爱错人, 或者说做错选择的一个回报, 是多么的伤痛的时候啊, 就更加的让你有一点迟疑的能量, 然后我觉得这组朋友, 其实你们可能最近有相亲, 有去参加一些自己不喜欢的活动, 或者说见了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人, 有一种被动的能量, 好吧, 当下我其实觉得你们更想要去追求的是人生事业的成功, 以及说你会渴望能够遇到的人, 是一个可以直接进入婚姻, 或者说直接确定他就是你的证源, 你不太想要去谈一些那种不停的去更换的恋爱了, 你不太想要进入婚姻, 接下来的恋爱, 以及说你今天想要看的这个, 跟你告白的人, 你并不想要跟他进入到这个一种婚姻, 或者说你正在恐惧这件事情, 好, 然后我们这组牌朋友们的一个星座, 首当其冲, 我就会觉得说是我们的天蝎座啊, 天蝎座能量特别的强烈一点, 当然如果说你不是天蝎座的话, 我们的能量对应你还是可以继续当作是你的讯息, 只要说你觉得前面跟你的东西是类似的, 一致的, 那你也是可以说第三组就是你的内容, 当然如果说你想看其他组也是完全可以的, 那除了天蝎座以外呢, 我们这里还会有射手座能量, 还有我们的这个天蝎, 巨蝎, 以及一点金牛座的朋友来看啊, 好, 我们把这张牌呢收到一边去, 然后我们来先来抽雷诺曼吧,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和我们的表白相关, 那我们第一个谜团呢, 就探索我们这个告白当天, 表白当天的一个场景时间, 以及说你当天的心情是如何的, 我们来抽牌吧, 上来出了两张牌, 路口和山啊, 所以这里真的对应到说一部分的朋友们, 你这个表白与你的选择相关, 你当下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选择的时刻了, 然后山这张牌的话, 那你面临的选择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的复杂一点的, 有障碍的一段关系, 就是其实你内心比较倾向啊, 就是已经选定的那个人呢, 你其实知道跟他的关系发展下去, 可能没有那么的美好, 或者说没有那么的顺利, 但是你心里你放不下他, 你的天平是偏向到这个人身边的, 对, 以及山啊, 和这个路口, 就真的你已经知道即将向你表白的人, 他的存在你可能真的知道了, 然后这一天的表白的话呢, 我觉得啊, 嗯, 我们把四张牌抽出来一起给大家看吧, 我觉得你们即将得到的表白, 应该说不止一个啊, 好, 这里的话呢, 我们抽到了钥匙, 很重要的一个表白, 也是一段很重要的缘分啊, 这里有正缘, 或者说灵魂伴侣这样的一个能量, 稍后我们后面抽塔罗牌的时候, 会把这个讯息呢, 给他具体的对应一下, 然后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段情感, 但是说目前来看啊, 他的讯息让我觉得说, 是一个很纠结的, 也就是说我们第三组朋友, 你可能就是要跟你表白的人, 你已经知道了, 你只是在犹豫的就是做出那样的一个选择, 路口, 山, 以及说钥匙, 还有这个星星啊, 这组朋友会有两个人向你们, 嗯, 会有两个人向你们表白, 一个人的话, 他其实是你比较偏向的, 就是你还会觉得跟他在一起, 他是帮助到你的, 能够疗愈到你的, 嗯, 还有一个人, 他是类似于让你觉得很轻松, 是你以前的时候很渴望得到一段关系, 或者说这段关系, 在未来的发展是相对而言比较顺利的, 你在面对着这两段关系的时候, 内心是很纠结的, 一段关系就是他非常的成熟, 是一个很成熟, 很能够帮助到你, 类似于贵人的一个人向你表白, 还有一个人, 他可能跟你更平辈一点, 你们更互相匹配一些啊, 先来说这个比你能量高一点的这个人, 他对你的一个表白的话呢, 我觉得是那种金灿灿的一种能量, 首先来讲金灿灿的一个字面意思, 大家肯定就能够想到与金钱相关, 确实如此啊, 他给你的表白一定说是伴随着非常贵重的一些礼物, 装潢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豪华的一个表白的场景, 类似于说是那种烛光晚餐啊, 或者说是非常贵的一些那种酒店啊, 饭店之类的这种地方, 来对你进行表白, 装潢的是那种富丽堂皇的那种感觉, 还有的话呢, 对方真的会送你礼物, 他会给你承诺, 会告诉你说, 我真的爱你, 请跟我就是一起走下去, 但是他给你到你的这个承诺, 也看到一点把你困住的能量, 其实你很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啊, 他可能往后面走下去的时候, 能走的路会越来越窄, 但是你又很心动, 因为这个人确实让你难放下, 其实你比较渴望说是, 把所有的问题都给解决掉, 跟对方的话呢, 毫无阻碍地走下去, 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事事弄人, 你会觉得说, 你当下遇到了你最想在一起的人, 但是你或者他, 你们两个人的当下所处的现实状况, 不太适合走到一起, 有这样的一种不甘心的能量啊, 那对于另外的一个人, 另外一个向你表白的人, 他的话呢, 给你的表白, 我觉得很轻松, 很轻松, 很舒服的一段关系, 其实也是对应到他这个人, 这个人本身而言, 他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比较舒服的, 他可能没有办法像前面那样一个人一样, 提供给你的表白, 或者说周平时对你的一个照顾, 是有绝对性的那种资源啊, 财力的一个代表, 但是你会觉得知道跟他在一起未来是很幸福的, 因为他对你很体贴, 你也会觉得跟他在一起, 这个心是很轻松的, 然后对方向你表白, 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啊, 这个人可能就是那种很阳光, 很活泼的一个性格的人, 他在向你表白的时候, 应该会送你很多花, 是很浪漫的, 会让你觉得说自己很被人吸尽的照顾, 以及说未来的时候, 你的心是一片一种光明的感觉, 然后的话呢, 他还有一种解困的作用, 就真的能够疗愈到你,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去讲他问两个人好的爱情, 是好的爱情还是坏的爱情, 我觉得这两种爱情对于你而言是怎么说呢, 都有存在的意义,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当然每一个人的表白不一定说是很正式啊, 可能有的人他会是换一种说法, 就是说你陪在我身边吧, 他不给你一些那种称呼, 没有办法说走到地面上, 地面上说错话了, 没有办法走到那种正大光明的恋爱当中, 就那其实就对应到地下恋, 对方可能有家庭嘛, 禁忌之恋, 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太适合公开, 那对于另外一个人的话呢, 虽然说他很多方面, 他的成熟度, 他的金钱上面, 以及说他带给你的情感的刺激程度, 没有对方高, 但是你会觉得说, 整个人很顺遂, 星星牌在到这里啊, 有指引的一段关系, 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你受到了指引又来自于说另外一个人, 你会在这场, 两场表白当中呢, 有纠结啊, 时间的话呢, 一个是二相关, 一个是和三相关,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二这个数字真的在今天, 如果说有从第一组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们, 其实你们自己就应该有体会, 今天二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我觉得到第三组的朋友, 如果说你们有时间, 你们可以都看啊, 都看, 但是最重要的话, 你们可以看第二组, 你有时间的话, 你就一二组一起看, 如果你没有时间, 你可以只看第三组, 那你看的顺序就是三二一吧, 看你到时候的时间选择了, 我觉得也可能会有一些补充信息给到你, 好吧, 这是给到大家一个建议, 时间也是如此, 你当天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啊, 你是纠结的, 因为可能你同时面临着这两个人的时候呢, 心里面上是有一丝丝沉重的, 爱情到来的时候可能没有说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但是你确实会很感动啊, 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塔罗牌来看看, 这个到底向你表白的人是谁, 那这样的能量的话, 我们一个一个看吧, 先看那个能量看着很成熟的这样的一个人, 看他的牌面讯息啊, 好, 果然很成熟, 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个保健国王的这张牌是吧, 事业比较有成这样的人啊, 而且对方的话, 他会是你生活当中一个很果断的一个存在, 就是做事情不拖泥带水, 而且说反应很迅速, 做判断, 下决定, 做改变的一个速度也是相当快, 然后同时的话,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看不清他, 觉得不太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是他在面对你的时候, 又真的表现得非常的真挚, 让你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也会因为这个对方这个能量, 让你觉得说心里有一丝不舒畅的感觉, 说不出道理是什么, 保健的国王和禁忌之恋的相关度非常的高, 禁忌之恋与道德和真诚相关,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对方好像又没那么真诚, 是一个在天平的天平上面来回奔走, 你内心有黑白脸跟小人一直在旁边在告诉你, 在跟你讲他们的一个想法, 希望能够用他们的想法去干扰到你, 让你听他们去做, 但是其实你知道不管做了哪一个选择, 你都会心里又不甘, 再看看啊, 好, 然后星碧琴, 星碧琴给我感觉呀, 这个人财富上, 事业上是能够给到一些资源到你的, 然后他的话呢, 可能他的人生当中啊, 是以工作为重心, 就经常呢, 很多事情以他的工作为主, 然后包括感情也是, 他当下的人感情可能已经不适合他了, 他在遇到你的时候才觉得他遇到了真爱, 才像是一个干渴的人, 终于遇到了一汪清泉, 那他会觉得说之前的人生有种白费啊, 之前好像他所有的能量都在这个追群事业, 以及说金钱上面, 面对你的时候他有一种抬头恍然大悟啊, 原来自己在一个不太重要的事情上面, 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有后悔啊, 有后悔这样的一个能量, 那包括的话呢, 这个星碧七, 我也觉得这个人, 他会是一种说能够给你带来很多机遇的一个人, 是有成长的啊, 这个人之前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事业上真的花费了很多的能量, 然后在面对你的时候他有一种自行感, 就是他知道他有一点努力错方向了, 他之前爱情啊, 或者说他之前所相信的一些人, 并不是说特别的适合他, 哦, 隐事牌, 所以他把自己的能量怎么样了呢, 隐藏起来了, 好, 你可以感觉到有的时候他对你有一种忽冷忽热的感觉, 在陪伴着你啊, 他其实每天都有在看你的动态, 看你有没有在手机上发一些你的照片, 或者说一些文字, 嗯, 其实他其实相对而言, 你觉得看不清楚他, 他反倒对你也很有兴趣, 他是那种特别受吸引的关注到你, 其实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关注着你啊, 对你是非常有兴趣的, 但是他本身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让你难以去琢磨他, 难以去看清楚他这样的一个人, 好, 这是对方,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用这副塔罗牌, 嗯, 看另外一个人的能量, 嗯, 不过说如果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觉得说当下你还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人的话, 你不用着急啊, 这个即将到来的表白, 他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是当下立刻发生的, 但是呢, 他可能会真的能够给你一些帮助, 你可以看到这个, 嗯, 新的能量, 年轻能量啊, 那个人, 他是让你觉得自己整个人是很轻松的, 对, 他有一种挣脱束缚的感觉, 带给我的能量, 就是说他跟你之间有互相帮助, 你其实也知道啊, 你要是跟他在一起, 你再也不用说心理上承担着很多的一个压力, 你也不会觉得说自己像是这个, 嗯, 隐士一样, 在这个很黑暗很黑暗的地方当中呢, 一直找不到方向, 你觉得说自己手里的那盏灯一直只能照亮你这个脚边很小很小的块地方, 然后你又会觉得说你又需要巨大的改变去挣脱, 这个人他能够去帮助到你, 这是你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许啊, 他不需要做特别复杂的一些事情, 他只要跟你走到一起, 跟你一起相遇, 他去跟你走到一起, 你就会觉得说自己非常的轻松, 因为可能其他的一些事情让你的心思是非常沉重, 非常焦虑的,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同时呢, 保健酒的逆味, 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也正在处于一个这种上升期, 或者说他正在处于一个转据点, 最近这个人也挺忙碌的, 他有的时候不过来对你很积极很主动啊, 是因为他最近确实很多事情被束手束脚的挡住了, 以及说他可能看到, 可能知道你身边另一个人的存在了, 不过呢, 我还是更加倾向于说觉得这个人, 现在对你是一个很着急的态度啊, 当你没有在网络上发一些照片啊, 一些文字的时候, 或者说当你不去理他的时候, 他其实特别的着急, 恨不得就是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 然后立刻跑到你的身边来啊, 问你在干什么呢, 问你为什么不去理他, 就是很好奇, 好奇你最近的一些反常的行为, 对你有极大的一个关注度啊, 这个人目前跟你说实话, 我觉得沟通上面不算是特别多, 来我们看看啊, 甚至可能说他是来自于一个断联的人, 你跟他之间断联了, 然后最近这个人有一种精神上被束缚啊, 他急需你的出现, 你的出现就像是疗愈到他, 但是他也知道你好像没有那么的关注到他了, 你要身边有一些其他人, 其他人的存在, 然后他现在的话呢, 内心是非常的焦虑不安的, 嗯, 不管说你们是因为什么事情没有沟通, 或者是怎么样, 这人其实非常频繁的想到你, 就他会对于说你们当下的关系,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满足感啊, 保健酒其实是说有一部分朋友之前跟他可能吵架了, 也可能说是对方这个人最近非常的忙, 但是不管说当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他对你都有一种很渴望的心态, 反观你这边的话, 你可能没有办法给他一些一对一这样的一个情绪啊, 或者是时间, 因为你可能会还有其他的一些暧昧者, 还有其他人在追求着你, 你们之间肯定是说, 有那个互相疗愈, 或者说他是从心里面非常认可你, 非常渴望你这样的人, 过去可能也说真的发生一些不好的过往, 吵架啊什么的, 当时你们可能也是说过一些狠话, 然后一气之下就互相的拉锁, 这个拉黑封锁了, 又说错话了啊, 对方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种被你伤害的感觉, 但是当下他又有一种说, 离不开你, 难舍难分, 对, 这样一种感觉, 你们俩之前应该他伤害了你, 你也其实伤害了他啊, 然后, 其实当时说狠话的时候, 我觉得内心还是有不甘心的, 其实是一种很委屈的心态, 然后把那些话说出来, 是一种说渴望对方的理解, 但是表达的方式错误了, 当下其实对方我觉得他还没有从那个状态当中走出来啊, 还没有平补好自己的心态, 然后如果说你们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呢, 三, 以三为单位, 你看九九六, 要么就是三周三个月, 要么就是六周六个月, 好吧, 九周也有, 但是没有九个月啊, 九个月以上我觉得有点不太, 能量就离得太远, 不属于你们的, 我觉得我们第三组朋友们之所以你会被这个很成熟的人吸引啊, 其实就是因为你们真的容易想太多, 患得患失, 然后又很需要保护, 又很念旧, 有的时候可能他先来, 你知道说他不是你的良人, 但是因为你们之间已经有一定的感情了, 你就没有办法放下他啊, 对方然后后面这个心的人, 不一定就真的是后面来的, 只是因为我们把他表白时间排了一个队啊, 这个人他有一种说能够疗愈到你, 帮助到你, 也渴望被你看到, 渴望得到你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组朋友真的你的能量, 我就觉得像我们选到这张指示牌一样, 像花一样, 非常的优雅美丽, 而且带有这种神秘的气息, 嗯, OK, 我们来看他心里是怎么看待你跟你, 的, 就是看到你的时候, 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吧, 我们重新抽啊, 好, 抽到了, 看第一张牌, 哦, 他有一种说啊, 觉得你本来就是跟他一对的啊, 你看这里又出现了星币的女王, 这个人他其实知道你的人生是以这个金钱为目标的, 他知道你, 知道你的人生最重要的渴求, 知道你还是有野心的, 知道你希望是未来经济可以自由, 可以去掌握自己人生的, 对, 这个人他其实知道你的一些想法啊, 那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他心里面非常的就是认可你, 他觉得未来跟你足够的时间之后, 你是可以跟他成为说一样就非常优秀的人, 成为就是能量, 就是团队当中很领头, 很靠前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这个人他看到你, 但是有的时候他也看到你身上不努力, 不主动的那一面, 不是不努力啊, 是不主动, 面对爱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渴望你给他一些回复, 但是你没有回复, 你被自己的一些东西把困扰住了, 困住了一种感觉啊, 保健三, 困住了, 你看这个心就受伤害了, 保健三, 对方觉得你伤害了他,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人, 你可能之前也拒绝过他啊, 拒绝过他对你的一些表白, 拒绝过他对你的一些暧昧, 但是这个人没有放下你, 因为他还会向你表白的, 就看你们愿不愿意接受, 保健三的话, 你有被你们之间的阻碍伤害过, 对方知道你受过的这些伤害, 他很心疼啊, 心疼你的这种感觉, 然后对方这人, 他当下在想你, 你们之间可能之前认识过, 但是之前的话, 可能会有一种暧昧, 没有成功啊, 暧昧到一半, 然后断下去这样的一种感觉, 如初恋一般, 其实对方虽然觉得你很成熟, 觉得你工作上面特别有魅力, 但是他心里面觉得你, 类似于说他最开始就清道初开的时候, 最期待的那种恋爱对象的感觉啊, 看看, 好, 那就是月亮牌吧, 嗯, 这个人觉得说心里想到你的时候, 也觉得说你对他没有说实话啊, 你对他有隐瞒的, 而且有的时候是什么, 他觉得你是喜欢他的, 他觉得你也是爱他的, 但是你就在刻意的压抑自己, 刻意的压抑你对他的那个情感, 他是这么想你的, 那包括说他你有的时候对他隐瞒的话, 除了这个情感, 还有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嗯, 那具体是什么, 那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我就做, 大家就自己知道到底是什么啊, 然后这个人的话呢, 其实会想念你们过去的那些很美好的时间, 你看这里月亮牌在到这里是吧, 他想到你的时候, 其实就会觉得很温暖, 很柔情, 然后也会怀念过去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之间在一起是多么的美好啊, 但是因为这里牌的话呢, 这个能量比你成熟的人, 他对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啊, 他想到说是未来可能发展的没有那么的顺心如意一点, 虽然他心里面, 你看这个宝剑女皇, 其实就是对应到你们, 他是一张人物牌, 对应到说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看他知道他伤害过你, 以及说这个月亮牌知道就是一种地下恋啊, 一种隐蔽的爱情, 虽然他内心是非常认可你, 非常爱你的, 但是他又有这说对这段关系呢, 对你的话, 就是内心有一种说无力感啊, 他知道他伤害了你, 也知道说有的时候他可能也对你有所隐瞒, 他知道你心里面是期待他能够成为一个很光明磊落的人, 也期待说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回复到一个很单纯的状态里面, 嗯, 我觉得他看到你的时候, 觉得你是最适合他的人, 但是这个人啊, 他有一点迟疑, 就是他有一点不太相信说, 你能够愿意永远的陪着他, 嗯, 他知道他伤害过你, 或者说他知道他对你啊, 是有所伤害, 就是你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个阻碍的, 月亮牌, 欺骗, 不信任, 隐隐约约的不安感, 好, 我们接下来看啊, 看后面那一个人, 他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大家应该说没有被我代迷吧, 就是说, 嗯, 那个跟你能量差不多的一个人, 对, 你们能量比较匹配一点, 我们来抽牌看看对方他是什么样的讯息, 哦, 他看待你觉得你就是他人生的一个初恋, 虽然可能你已经有了一些恋爱, 嗯, 对方也可能谈了很多恋爱, 但他心里会觉得说, 你像是一个他最重要的一个存在, 就是有一点像是满足了他人生的, 对于爱情很多的一个想象, 嗯, 他心里的你, 觉得你是很圣洁的, 觉得你心, 你是一个说, 嗯, 非常初始, 没有经历过那种被很多人的能量所磨灭, 也不是磨损, 或者说是有打压呀, 让你的能量上有那种比较脏的一些痕迹什么的, 其实都没有, 你在他心中是一个很纯洁的形象, 他会觉得你很单纯, 就你们俩不管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你对他来说都是没有攻击性的, 就是很善良, 他其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放心, 因为你就是在他面前的时候是那种说, 呃, 内心什么样子, 什么状态, 表现在对方面前也是相, 相对应同样的一种状态, 其实对方在想到你的时候啊, 他有一种说想要跟你一起去游山玩水, 想要去放下很多的事情, 两个人呢只谈感情, 然后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相处, 可能你也经历了很多, 可能对方也经历了很多, 但是不管说过去的人生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对方心中的你都有一种说是, 经历了千山万水之后, 我觉得你才是最好的那样的一个选择, 过去的话, 他有很多的一种不安感, 但是遇到你的之后就全部消失了, 月亮牌, 然后再结合圣杯S牌一起来看啊, 嗯, 因为我们每一个主题原本是抽五张牌嘛, 所以中间这张牌的话, 既看左边人的一个讯息, 又看右边人的一个信息, 嗯, 这个人他在你身上体会到了很多浪漫的能量, 但是他也知道你是害怕进入感情的啊, 不管说是刚才说的这个人, 还是现在说的这个人, 其实他们都比较懂你的, 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个, 好, 我们这里的话呢, 哎, 抽到了, 那我们重新来抽吧, 选一张牌, 好, 来吧, 我们抽到了保健7的逆位, 保健7逆位, 我觉得说这人心里面觉得你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害怕啊, 就是他其实知道你有在去尝试着对他示好, 就会只说尝试着进入爱情, 但是你, 呃, 还是不够足够的勇敢啊, 就还是临门一脚就差了一点点的那种感觉, 对方呢, 你其实他觉得说, 你在感情当中很被动, 他有的时候想要去靠近你的时候, 然后你就一下子就离开了, 跑到一边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好吧, 然后如果说啊, 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当下没有遇到这样的两个人的话, 他也是你的能量, 因为这是即将到来的一个表白, 你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会遇到这样两个人的, 好吧, 不要觉得说很荒谬, 我这样一个说, 嗯, 因为一部分朋友可能你很长时间没有谈恋爱了, 空窗期很久了, 甚至说你就没有恋爱过, 你说怎么我上来就要经历这么样的复杂感情吗, 确实的啊, 我这里确实看到宇宙给大家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剧本, 感觉像是有一点莫名其妙的, 因为我也没有想过说今天占卜会给大家占卜到一起, 说是这个两个人同时表白, 我觉得这样子能量显得好像有一点太违和了,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了两个人要跟大家表白, 嗯, 他们表白的方式不一定一样啊, 大家可以说是后面观察一下, 因为你们从能量对应牌开始, 就是显示到一种很犹豫很纠结的能量, 那可能说是他是一个已经表白过你还不喜欢的人吗, 也许说接下来他还会继续表白哦,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用雷诺曼吧, 看看他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计划和规划是怎么样的, 那抽到雷诺曼的话呢, 我们三张三张看, 一共抽六张, 先冲第一个人, 诶, 好, 我们重新来抽, 好, 我们抽到第一张, 哦, 地下链嘛, 地下链它就真实的出现了啊, 我们把三张牌抽起来一起看啊, 狐狸, 阻碍的感觉, 来定一下最后一张牌, 来吧, 花, 其实这个人心里面怎么对你们这段关系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啊, 从左至右看的话, 他其实知道你们的一个关系未来的发展是充满了焦虑感, 以及说有阻碍啊, 尤其是说是可能染发了一个红头发的, 要么说染发, 反正一定会有染发, 要么说是经常喜欢红色的一位女性, 他阻碍你们之间的关系, 嗯, 其实你们的关系对方是想的比较美好的, 但是他想的时候又难免会代入到说当中会存在的一些阻碍, 那可能说对方他会觉得这段关系未来要走的路是比较长的, 但是他不想放弃, 那会不会把这个关系走到说大家都看到正大光明的那个状态当中, 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对方可能还会更想要维持这个地下链的感觉, 你看尤其狐狸牌到这里, 对方想要控制这段关系, 操控这段关系啊, 希望这段关系的发展呢, 是按照他自己的心理想法来的, 对, 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容易在他这里受到一些伤害啊, 狐狸牌, 狐狸牌最重要的讯息, 他就是那种套路, 占便宜, 就是可能你跟他之间未来的一个相处当中, 对方是不吃亏的那种人, 就是你为对方付出感情, 付出爱, 对方他可能也会回给你感情, 回给你爱, 但是呢他不一定说啊, 就真的是能够在短期内吧, 跟你走到一个非常大家都喜欢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场关系来讲, 就能够去维持一段时间, 对, 他希望你们的状态保持下去啊, 因为鲜花在到这里, 我觉得他希望, 就是希望这场关系是很满意的, 很美好, 愉悦的一段关系, 但是改变的话呢, 或者说把他身边的一些阻碍剔除掉, 我觉得这个人行动力稍显不强一点, 那来再看另一个人的一个表白啊, 新的一个人的表白, 现在抽到后面, 因为前面抽过的牌没有重复的抽, 所以说现在就看的有点不太好抽, 哇, 这个人很想跟你有很多的沟通和交流啊, 我们放在这里看吧, 嗯, 往这里好摆一些, 哇, 这个人对于你们之间感情规划, 我觉得更, 更怎么偏向于说是一种, 积极的一个态度啊, 这个人对于你的一个规划比那个人要更好一点, 很长久的一段感情啊, 你看我们这里有信封, 信封的话其实就是有来有往的关系, 对方这个人他会觉得跟你的未来, 你们之间这段关系, 你付出了他也要付出, 两个人相对是很平等的一段关系, 然后我们这里有鸟啊, 就是在一段这段关系当中, 两个人是会有很多的一个约会和沟通也很多, 那包括说第三章百合, 是很成熟和长期的关系, 那其实他就会对应到说, 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的那个有契约的一个关系啊, 比如说步入婚姻, 或者说有承诺, 两个人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样看的话, 这个人确实会更负责任一点, 长久的一段关系啊, 很长久, 嗯, 这个人未来的话, 我觉得他有一种说认定你了, 嗯, 他认定了你, 就是他以后想要去职守一起到老这样的一个人, 好吧, 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可能会想要规划着, 未来带你去见家长, 组建家庭, 见他的朋友, 以及说融入你的交友圈, 因为鸟的这张牌就有这种双方关系, 互相渗透的一些能量, 同时的话, 因为鸟啊, 它是被很多人谈论, 就是代表着你们这段关系, 未来的话, 肯定是跟刚才我们算到的这个人,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能够进入到那种光明正大, 大家都知道啊, 不会说搞地下恋啊, 或者说是禁忌之恋的那种感觉, 肯定是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的一段恋情, 好吧,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们的一个讯息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大家可以订阅加关注, 然后最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领取好运, 我知道你们可能面对这样两份表白, 内心有一点说不平静啊, 或者说两份都是你们没有那么想要的, 不过呢, 我希望你们可以是自己过得开心, 好吧, 祝你们是各方面都有一个好的发展, 爱情也好, 工作也好, 事业也好啊, 然后为什么经常说让大家领取好运呢, 因为经常领取好运, 经常去显化一些愿望, 这个显化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整个人也会越来越顺利啊, 这也就是我总是希望大家领取好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人不可能说真的, 就是能够逆天改命, 这种存在于小说当中的一些状况的话, 其实更多的啊, 没有怎么在生活当中体现, 我们大部分人改变自己能量的原因啊, 除了你去多做好事, 多做一些善事, 同时的话真的就是参与到这个跟一些幸运的人去贴一贴啊, 蹭一蹭, 同时啊也是真的要经常的许愿, 让自己的愿望呢被宇宙看到, 然后他真的能够去帮你做出一些事情, 能够去推一推你, 好吧, 大家领取好运, 或者说是点赞的方式呢, 领取好运, 祝福大家哦,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